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没了这个超市了 很久了 北京华联 一个鲤9块9一斤 哇这份青菜真的好贵 要吗 要吧 现在都差不多是这个价 一块二毛爬 对啊 这个比较新鲜 就哪一个吧 这些看着好想吃 但是现在吃不了 那就是这个吧 大家好我是杰少 因为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嘛 所以我们这几天都没有吃过一餐正餐 好像饭很久都没吃咯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去超市 买了猪脚 今天晚上我们炖猪脚 来补充一下营养 补充一下体力 对啊 因为好几天了 估计可能都瘦一点了 可能几斤应该有吧 是有瘦一点的迹象 买了这个猪脚花多少钱 三十六块九 我们原本想去买那个牛肉的 但是发现牛肉好像太贵了 最近了 太贵了最近 这个多少钱一斤的呢 这个一斤才十四块多 十五块吧 十四块 十五块 十五块多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猪肉虽然贵 但是这个还是便宜的 但是猪脚还算比较便宜 那现在的话就先洗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炖吧 嗯 两斤多还蛮多的 对啊 能吃得完吗 一人一斤多 一人一斤多一点 哈哈哈 我很久没吃猪脚了 估计都有 今年都没有买过 不是很久 对啊 其实我蛮喜欢吃猪脚的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那个胶质多 哇 我觉得 那个花生炖应该也好吃哦 没买 忘记了 我们买的是萝卜 嗯 不过现在应该比较适合萝卜 对对 萝卜不是可以 去火 对啊 还有点肉 嗯 前炒一下水 放生姜也放料酒 哎 没去了吗 没开哦 怪不得 哎 哦有了 这个是萝卜 还有有卖菜 有卖菜也放一点啊 对 吃一点芹菜 嗯 这有卖菜好像都不便宜哦 最近芹菜都不便宜 又回到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好像 那个时候都是三四块钱一斤 现在也是了 除了高粒菜还有白菜便宜 折断了 嗯 萝卜就不用去皮了吧 不用了呀 因为营养都在皮上面 对呀 我见很多人吃的时候的小皮好奇怪 而且就是说像我们平时也那个酸呢 嗯 还有一道专门 这个酸萝卜皮 对呀 就是用皮来做的很脆 很好吃 对呀 这个萝卜也是很嫩 嗯 差不多这样子吧 哇 好多浮沫啊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不炒水的话真的这个汤 可能会不好哦 嗯 就要炒水嘛 里面的杂质也很多的 用电锅来炖 放两片酱 放多一点水 小虎 你在干嘛 要踩我的棉被 你看我的棉被都被踩你 踩到就起球了 越说越起劲 嗯 不知道那可不可以了 什么东西 猪脚啊 哪有那么快 就是要不要放萝卜了呢 我看一下 刚才忘记看时间了 嗯 去看一下吧 嗯 小伙 那烤火比较暖和是吗 哦 热气疼疼 有点软的 我我看 诶好像软一点 它不软就可以了 因为太软也不好吃的 嗯 可以放一个萝卜 放下来吧 嗯 一个萝卜 感觉 多吗 哎呀 哇 都满了 等一下还想放青菜 先 我还要炖 可能等一下这个汤也变少一点哦 对啊 够大一点就好了 想多喝点汤 明天还可以喝 哇都满了 调料的话就放盐就好了 把其他东西都不放 先放一点 待会如果不够再放 开想了一下这个锅比较小 所以换这个大锅来炖吧 可以多放一点汤 因为还要炖蛮久 所以再加一碗水 哇 应该可以了 哇塞 这个汤 看着好好喝 把菜也放进去哦 哇 我以为太多了 出锅了 我感觉汤好像少了 不过这个汤看着太好了 小虎吃饭了 好久没有坐在这里吃饭了 好久没有坐在这里吃饭了 哇这个汤看着太好喝了 先喝汤 然后今晚也没有煮饭 就吃 就是 萝卜 还有猪腿 我感觉炖了 过久 这个萝卜已经 全部都涌 确实太软了 小虎 你要吃猪酱吗 过来 看你吃不吃 吃吗 还挺好吃的 你们这几天吃什么 你都来 平时你不是这样子的呀 哎 你又不来又走了 我感觉萝卜和汤比较好吃 羊肠肉有葱 但是没有饭 因为我感觉葱 比较香 吃了可能会咳 是啊 因为它比较有刺激性的 我拿一块瘦的 我看它吃不吃 先放在这里 凉了再给你 在这里 不要动 人海烫 还不能吃 你看听到外面有声音 嗯 想吃 哎呀 你要不要吃那块肉在那里 烫的 等一下 你看看今天不能吃 要干什么 它是咬骨头 不过那骨头被你咬过 不给它吃了 那边那边咬后面那里 那边那块 你看它又知道烫了 我去拿水泡一下 我去拿水泡一下 这个汤太好喝了 这个汤已喝了好多了 有朋友在留言区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好了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没有的 说话鼻音还是挺重的 但是其他那些症状的话 真的就是没有了 而且现在已经 吃东西也正常了 但是就也还是那句话 那些比较 热量比较高了我们还是不敢吃 就吃多一些这些汤类的 还有这种 蔬菜类的 今天应该说这五天也来 今天算是最丰盛的一餐 前几天的话基本上 特别是前面两天我根本就没有吃东西 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才吃一点那个面条 今天第五天呢 其实真的也差不多了 如果喉咙 不咳嗽的话倒还好 只是鼻音重没有什么 就是喉咙其实 久不久还有一点点咳嗽 因为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咳嗽可能要持续蛮久的 而且他也不是说喉咙非常痛也不痛 你那个扁刀体应该好了吧 扁刀体已经好了呀 我的喉咙没有碰过 我就是扁刀体 然后现在我也听到你久不久又咳一次 咳嗽咳嗽 咳嗽咳嗽 今天我同学也有人我咳嗽好了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要很久的也说没那么快的 我就是也是有点咳 有一点点感觉 个把心气最少得到 只要不复羊就好了 这说不定哦 不复羊的话就很快就好了感觉 很多人都第二次癌 因为我们这边感觉太松散了 刚刚那几天外面安安静静的 但是现在出去街上已经很多人了 而且很多人不戴口罩说真的 像很多朋友跟我们讲 我们千万不要出去 其实不是说我们不出去 他就不会感染了 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呆在这里 呆到了时间我们再出去 到时候一样外面很多人 他也是不发烧了以后马上就出去了 现在很多单位呀 还有很多公司都是 只要不发烧了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照样出去上班都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外面 只要你出去戴好口罩 只能说自己做好防护措施 只能这样子说了 就是自己解决自己了 自己保护好自己 你看像这一次突然间开放的话 就是很多药物又没有啊 各种各样的 其实大家都是不止损错了 因为现在一过了 现在好像又有药了是吗 没有啊 不是还有很多 怎么药店免退发的吗 就是因为没有药 所以说只能免退发几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药 就是我蛮难有意见 或者是有了我们不了解 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上面看都没有药 还有好多肉 其实肉肉我吃了两三块我都知道 好腻了 本来这个主角也容易腻 加上我们身体还没有好玩 吃东西的话吃多了也会容易腻 大家千万别说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有句话不是说吗 吃什么是福来的那句话 能吃 能吃是福 对对对对 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我都忘了 是不是被烧脑坏了 烧坏脑了 你看我又说错了 能吃是福 能吃了才有力气嘛 以后才能恢复的好 恢复的比较快 如果像前几天都吃不了的话 那种状态 真的不过一个星期过 既然就没了那种感觉 前面两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因为这个病我发现有一些症状比较严重了 好像就是他们说他们呼吸困难嘛 然后去检查肺都白了 好严重 对啊 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少数 对 也有但是好像少见一点啊 对啊 在这种情况下和我们差不多 发生 头痛 肢子酸痛 咳嗽 好像也没有觉得胸闷 你咬吗好像都没有咬了我们 没有啊 对啊 你不吃了 我不吃了我已经很饱了 因为的话本来这个猪脚就比较容易腻了 我也吃的蛮多了 加上的话 你身体还没好玩的话也是觉得挺腻的 我要吃萝卜比较多一点 还有就是 没有蘸料 对 吃的确实不是很难 因为平时表弟都是习惯用那个辣椒酱来蘸着吃 这段时间没得吃估计很馋 是啊 我就想快点好 好了 然后就是吃螺蛳粉 要吃那种加特别辣的那种 要处一身汗就很舒服那种感觉是吧 是啊 但是现在还是咳 不能吃那种辛辣的 会刺激喉咙的 对啊 我在想啊这段时间这么多人 得这个 是不是那一些螺蛳粉都不好卖了呀 螺蛳粉还有那些火锅店国际烧烤的烧烤的 特别是烧烤的可能会不会受影响哦 我感觉受影响很大不是会不会 虽然我们不去吃但是很多人去不了 对啊不可能 嗯都咳嗽了还去吃 就是你记得我们平时门口外面这里夜市 也有烧烤天天那里喝酒 但是这这段时间都没有了 我没听到人了 没有听到人那种吵闹声了 嗯 我觉得过两天我们可以演那个泡菜了哦 到时候我们好了就可以吃了 嗯 过几天 对啊 这种泡菜我们那个酸菜走好久了 你看年了多久了 估计都快20天了吧 有吗 可能没有但是也差不多 这样 估计很酸了现在 但是现在也吃不了也没办法 我这碗喝了很多汤 这个汤像牛奶一样 其实就加了盐 吃饱喝足 好了朋友们我们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争取过几天 鼻音消失 我现在说话鼻音还好重啊 有没有 有没有 吃吧 做的 对 我现在说要做的 就是这个鸡蛋 我们下期间的看法 我们下期间的吃法 我们下期间的吃法 其实我们下期间的吃法 我们下期间的吃法 好 我们下期间的吃法